今年8月初,素有韩国小鱼马之车,的金血亚和Pentagon成员金小钟公布恋情。 据悉,两人以地标相恋两年,在被狗仔发出实锤恋情的证据后主动公开,公布恋情后的血亚和金小钟与Pentagon另一位成员合理组成了男女获胜团体Triplet,就在恋情公布当天。 两人还以Triplet成员的身份,在音乐银行打歌,在舞台上大秀恩爱,狂洒狗粮,不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分队Triplet的踪影。 炫耀和金小钟的个人活动也受到了影响,其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公司曾有意公布两人恋情,却被当事人否认。 随后金学雅和金小钟又造调公开恋情,实实在在打了公司的脸,之后Q公司发了一则通告,旗下团体Pentagon成员金小钟严安暂定将中断活动。 Pentagon将一出金小钟NP延安以外的八元体制进行活动,延安因为健康上的原因,比起活动将优先集中于治疗与恢复,而对于金小钟中断活动的原因并未告知。 不难看出,公司以此留意要将金小钟血藏。 昨晚,金小钟发长文就中断活动仪式,向广大粉丝表示建议,成功开恋情是为了能够更坦率,更诚实的面对广大粉丝,但没能遵守这个约定,缺席了八月份俱乐部的成立仪式。 对此感到非常抱歉,说起来他可能是公布恋情后最惨的韩国明星,媒体,给的称呼都是血压男友,但在粉丝眼中,他一直是个会写歌谱,只懂唱作的大男孩。 希望韩国娱乐圈能对艺人宽容一点,毕竟在中国,你随时结婚都没关系,粉丝一样送祝福,吃瓜群众你说是不是。